从基本民生经济出发 站稳之后再慢慢导入艺文运作 为在捷安乡的慈恩哲思之秋 以实验精神在临近超市旁的空地 发起了探极生活计划永安夜市 10月份起的每个星期二傍晚 推出了传统夜市 融入新创艺文摊友 其实起到10月1号也开放免费场租 欢迎有兴趣的摊友和社区民众一起来参加 为在捷安乡临近统观超市旁 泰昌派出所对面的空地 10月起的每周二晚上灯火明亮了起来 原来是现改名为慈恩哲思之秋的慈恩艺术村 以实验的精神发起了探极生活计划永安夜市开市了 我觉得地段很不错啦 然后其实前面也都蛮好停车的 来的也都很方便 初期的话可能大家都要一起忍耐 因为毕竟没有人知道这个地方嘛 那后期的话我觉得大家久了 然后如果人看到了就会很常进来 然后这边也会越来越多摊伤 然后甚至活动越来越多 然后会更吸引人这样 其实这一开始是我们邻居黄先生 很热心的介绍说我们这个土地 可以拿来发展传统夜市 那我们就想说来发起一个探极生活计划 土地用免费开放的方式 来邀请许多青创的这些摊商 可以一起从我们民生经济出发 然后呢我的心里是想说 第一阶段如果我们可以慢慢夜市 集市成功的话 我们未来可以有更多文创相关 跟艺文相关的叠加 再结合到我们未来这个住村交换的部分 有更多表演艺术的创作者 可以研发一个从夜市摊贩长出来的一个 艺文社会型企业的可能性 这是我们现在目前正在努力的方向 目前吃的摊商呢 我们是期待每一种属性呢 可以有一种 那至于文创类啊 或者是艺文类的胎商 我们都是多多益善 也欢迎更多首座的朋友 可以一起来尝试看看 吴又琪表示 希望可以借此研究出一个从传统夜市延伸的 艺文社会型企业运转机制 第一阶段尝试到11月1号 开放免费厂租 未来会使情况延续或调整形态 欢迎不同属性新创贪友 透过脸书粉砖 词人哲思之秋莲系 也期盼活络社区和居民 带来不同的社区新风貌 记者长邦彦指安相报导